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人进来了啊 现在好的 那查清之前呢 讲一下这两天这个有很多需要我们弟兄姊妹带导的事情 就是我们美国明尼苏达州 因为这白人警察把一个黑人在执法的过程中 有些执法过当 就是这个黑人的青年的生命就失去了 所以明尼苏达也发生了暴乱 这个有一个tugger被抢了 那这个所以总统现在也是下了很严厉的指示 纽约还有洛杉矶这两个大城市也同时发生了一些的这个暴乱 不过过规模还不是特别大 所以我们需要弟兄姊妹为我们美国来祷告 尤其为明尼苏达为纽约和洛杉矶啊 你看现在雪上加霜啊 除了这个瘟疫之外 又加了这个暴乱啊 所以这这个未来的这个情况不是特别好 那今天呢还有白宫啊 下午的时候我看了一眼啊 我这个因为我看的比较慢 我在准备这个又准备奖章又准备做饭 所以我就手忙脚乱的我就没细看 大概是好像川普啊 这个做了一个决定 大概有三项决定 四项决定啊 我大概记得好像一个是关于 呃李悦生的这个F1和啊H1 呃这个受的影响 呃这个受的影响 就是大概有几千个中国的学生 就是涉及到在高科技产业 尤其这个跟军工或者是呃化学有关系的 呃这些人可能他们要重新的来审核 他们的这个签证 呃国土安全部要重新审核 而且可能国内未来再想读这些专业的 就比较辛苦了 可能签证非常困难 因为这个里边涉及到很多的 呃他们的这个商业的情报被盗的问题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川普谴责了这个呃推特 因为他我们大家都知道川普总统 是要靠推特治国的嘛 这个推特都是他 他给推特带来了很大的这个生意啊 原来推特也不是那么特别有名 就是因为川普上台以后就变得特别有名 而且特别有影响 那推特我也有推特 我的推特没什么影响啊 我这我的推特我偶尔推去 有人推推 有人一忙就不推了 不管了 但是我有时候会看一下推特 呃我总统也看到一些资讯 呃这个推特现在对这个川普呢 在下面给注上了他这个 一楼呃就是警告了 呃这个所以这个川普又不高兴了 那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叫做呃 我不说的名字了 他他的这个推特的名字叫财经冷眼 我们在YouTube也看到他最近也是连遭厄运 呃跟川普一样他比川普严厉多了啊 他这个他在呃YouTube的平台曾经被封过一段时间 后来因为他这个有些媒体为他呼吁 呃他也准备采取法律手段 所以推特呃我们YouTube给他打开了呃 呃但是他最近他的因为他批评了这个推特的新上任的 独立的呃这个董事叫独立董事呃 叫李飞飞好像吧 我也不太了解 好像还是普林斯顿毕业的 那这个呃所以呢 当他谴责他以后他四个推特全部被封 但是他这个四个推特有二十多万的呃 这个推友所以都损失掉了 所以他最近也是特别的呃 呃这个这个事情给他带了很多困扰 那这是川普对推特呃 呃我还没细看他采用什么样的法律 或者一个法案面对推特这个 舆论的问题啊 第三个好像啊就是对香港的问题 川普这个白宫对香港决定取消香港的这个地位 呃在这个世界的这个经济体里的啊 这个地位啊取消了啊金融地位 呃另外呢也限制了这个香港呃 这个呃这个呃到美国来访问 同时呃香港的公民到美国未来要签证了 呃从这个看到未来香港的公民要签证了 因为既然呃香港不是一国两制了吗 那就一国一制的话就比照中国的公民一样的签证 所以香港的这个给他最好的一些的国际的地位 可能都要取消 好像还有一条什么我没记住啊 那这个当然我大家也知道我这个平台不是个正正论的平台 所以我对这个政治呢 我我是一个遥远的关注而已 就像于英时先生说他对政治是一个遥远的热情 什么叫遥远的热情呢 就是说他呃对政治有自己的看法 但是他并不参与任何的政治组织 我也是一样的也是跟我的老师一样 呃我现在做牧师了 那更不好这个更啊这个每一天都谈这个政治 我还主要是通过这个谈天说地 那我有一半时间谈天一半时间说地 那我谈天的时候就是我们查考圣经神的话语 那如果你是基督徒 你喜欢谈天你就来参加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 那如果你不太喜欢说地 那你都活在天上了 那你就不要礼拜一二四就不要进来了 啊一面我谈了你不高兴啊 那么如果你不喜欢说爱查搞启示录的 啊你还没有新约苏的 那你就参加我们的一二四来谈啊说地 我说地的时候带有基督教的世界观 我想对你会有些的冲击啊 也有些的影响 所以我大概是这么一个啊 一个一个想法 所以我盼望我们大家也为我的小平台祷告 当然我的小平台 我不会去批评人家这个推特的董事啊 我也不会去批评这个YouTube啊 呃不管怎么样吧 我觉得还是比中国好了 呃虽然不尽人意 呃但是呢总而言之还有这么一个平台让我存在 那如果我现在在中国我这样播的话 你们觉得会怎么样 你们现在回答我 如果我现在正在播呢 可能警察就进来了 呃进来就把我带走了 那起码我觉得美国虽然这个呃推特也好啊 YouTube也好有不尽人意的地方 他们受一些的红色的资本的影响 或者是有些的这个中国的工作人员在里边啊 这个捣乱 但是呢还有一些的这个呃五毛在里边给你这个指控你 他告你啊 他不断的在那投诉你 尽管如此吧 但是我们还能够存在 那我们还是感谢上帝了啊 这不完美中的完美啊 就是这样的 当然我们希望这个我们在美国一个新闻自由的国家 我们的言论自由能得到保障的同时 我们也希望这个政府也好 这些私人的这个网络公司也好 能够真的尊重这个啊 这个美国的这个言论自由的这样一个规律啊 也能够尊重上帝的给人的一个啊 信仰自由言论的规律 也能够啊 珍惜我们这些的这些的啊 这些小作者 这些小作者啊 写个文章也不容易 那么弄一个小平台也不容易啊 搞了好久 再搞那么几千人啊 几万人 真的是积累了好多年才积累那么几十万人 也不容易的 所以也对我们的劳动成果给一点尊重 我觉得这是彼此的尊重应该的 那我们也为美国政府祷告 为川普总统祷告 也为这个美国的啊 这个南西波罗西议长来祷告 希望这个啊 这个白宫和国会 他们在重大的问题上 他们能看法一致 尤其在香港的问题 或者台湾的问题上 包括中国大陆的问题上 那么这个 那我们也为这个推特 也为啊 YouTube祷告 希望这个上帝的爱啊 能够在这个公司里边保守他们 保守他们这个能够做得更好 能够做得更好 那我们也啊 今天还有一件新闻我要讲的 就是这个 我们的校友啊 我们北大的校友 李克强总理 他今天这个说了一句实话 他说中国有六亿人的收入啊 这个一个月不到一千人民币 不是美金啊 六亿人 那么当然他还没有讲到呢 大概有啊 一亿以下的贫困线的人 还没有讲啊 贫困 那个就是一年收入的一两千人民币 两千多 两千三百人民币 他没有讲这个 他讲了这个已经很了不起了 那这个然后呢 说这次在关于香港的 这个安全法的投票的时候 李克强的身的手指都是 宗旨摁的那个投票键 这个被记者抓到了 所以现在海外很多一个大作文章 说李克强这个宗旨在美国 是一个非常对人不尊重的 一个骂人的一句话 那我就不讲了啊 这个我是牧师 我信了主以后不再讲这个三字经了 那么这个这个所以呢 这个这个这个是非常对 就是说他对这个法案 他不得不投 然后呢 他投的时候他要骂人 他骂谁呢 那这个宗旨是指谁呢 我们大家都心智肚明 所以我在好像今天冷眼啊 财经冷眼发了一个新闻 我在他后边给他写了一句 我说北大的比清华的 怎么样 我就我就讲这个这个实在吧 但是我我这个意思也不是 清华的不好啊 清华的这个很多的我的老朋友都清华的 那北大当然也有也有败类啊 一样的 但是这个现在不是中国有句话说 这个清华的做官北大的坐牢吗 那看来看去还真是如此 那我们这个89年通缉这批学生也是如此的啊 这个这个我们这些北大的很多的都逃亡了 有七个二十一个被通缉的 那么很多清华的朋友现在都做官了 当然做的都很大 对吧 现在中国是一把手是 那么一是清华的嘛 这个那么二是北大的嘛 其实那么二都算不上那么二了 他们说这个这个是这个我们这个总理啊就是给人打工的 不过说起李克强还当年还真是他是非常追求民主自由的 他当年还有这个这个这个呃 这个参加过北京大学的选举 就选这个海淀区的人大代表 不过选输了 他输给胡平了 那这胡平呢 现在就流亡在海外 在北京之春的主笔 那这个李克强呢就做了总理 你看哈 这个人生际遇多不一样哈 这同学有的做官有的坐牢 呃 这个从80年到现在 中国这个历史啊 这个就是啊 风云突变 啊 这个很多的人生啊 命运完全被改变 好了 我今天讲啊 这个前言讲的多例了 也是等着我们弟兄姊妹一下 讲的多一点 这个应该是放在说地上 我们今天说天就不说他了啊 好 我们今天来查稿圣经 我们还是来查稿我们的启示录 我们也查到启示录 查到第八课了 第八讲 那我这个现在主书崇拜我也在讲 但是主书崇拜讲的比较慢啊 这个 后来会讲的快一点 那等到第四章啊 往后我就主书崇拜就会快 但是我们查经会慢 这样我们会拉一个平衡啊 所以我们今天会看到 我们讲到了这个七教会 那我们知道这七间教会啊 呃 耶稣基督他启示给老约翰在拔摩海岛 其实给老约翰的时候 他要对啊 小亚西亚的七间教会来讲话 其实我们非常的清楚 我已经说了好多遍了 就是这七间教会 其实也就是我们的普世教会 因为每个啊 话后边耶稣都会说 那有耳的就应当听 有耳的应当听 那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听 打开他们耳朵来听神的话 他有耳的就应当听 那么所以呢 这个是对我们每个教会讲的话 我们啊 这段时间我们查了几间教会了 我们查一个乙福所 失去了起初的爱心 那你想我们今天的教会 有多少有爱心的 呃 我真的是有时候 我看到教会 我出去宣教也好 看到我真的还是很遗憾的 呃 我我当然我看今天的教会 很多是没有爱心的教会啊 这个这个 我们国内的啊 教堂被拆 呃 施亚被拆 我没有看到海外美国 哪一间教会 能够去有爱心的 去怜悯那里的弟兄姊妹 帮助他们为他们祷告 呃 甚至公开呼吁一下了 没有敢的 对吧 我不知道他们怕什么 我因为好像这些教会就是不怕神 什么他都怕 就不怕上帝 那这个 耶稣说一个肢体受苦 所有的肢体一同受苦 那我们当我们 主的教会受苦的时候 施亚被拆的时候 被羞辱 甚至有的施亚被点着了的时候 我们很多的牧者 弟兄姊妹很麻木的看着点着的 施亚好像与自己没有关系 我觉得是有关系的啊 这个是有关系的 那我当然心会痛 我会流泪 我心也会滴血 那我就 我就想到耶稣在十字架上 那个时候 啊 他所说的话 父啊 赦免他们 他们所做的 他们自己不晓得 当然我们基督都不会报复 我们也不应该愤怒 但起码我们应该表达我们 这个种不合作的态度 说no 我们 啊 不赞成你拆教堂 也不赞成你拆十字架 那起码这个态度 我们应该有 我们更不赞成你把我们的弟兄姊妹 抓到监狱里去 所以我这个 我讲到这个 这个 讲到士比拿的教会是如此啊 那我们不用准备看看士比拿的教会 他们 被耶稣来表扬啊 因为他们 士比拿的教会 我们知道 他们在这个 被逼迫的时候 他们这个 至死忠心 他们至死忠心啊 到死了 他们都不放弃 对上帝的信仰 这是 那我们今天 我们看到很多的教会放弃了 我今天可能会隐身一点吧 你看前几天我看到一个教会 当然是官方的教会了 他们的牧师宣誓的时候 案例的时候 在 在这个 是在国旗的面前案例的 就说明 这个不是天上的教会 这是国家的教会 那这国家的教会 所以 那这个 耶稣对这些人 都有在整个七教会里 说的非常的清楚的 非常的清楚的 所以 但我们也看到说 别加摩的教会也是啊 他们顺从了这个巴兰的教训 也顺从了这个尼格党 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 所以呢 他们就是烂恩 烂钱 那么就别加摩的教会啊 就是拜了五相 那么我们也看到 还有这个 这个推亚推拉的教会 特别大的 推亚推拉的教会 和萨迪的教会 都是非常的这个 发展的 但是呢 他们却这个 有很多的问题啊 我们知道这个 推亚推拉的教会 是这个 行了淫乱 拜了五相 这个拜了五相 那么这个 萨迪的教会呢 慢慢的堕落 慢慢的堕落 远离真道 那我们今天开始讲一个教会 这个教会呢 耶稣没有责备 这个教会叫 非拉铁飞的教会 大家知道 非拉铁飞 这个 这个希腊文 就菲拉达菲亚 就是今天的英文的 菲拉达菲亚的意思 我们美国有一个 伟大的城市 叫菲拉达菲亚 就费城 那么当年美国的 这个独立宣言 是在费城通过起草的 那费城原来最早是美国的首都 那后来才搬到了华盛顿地区 华盛顿特区 这个这个马里兰州 维吉尼亚州 给各哥出一块地方 租给他们美国政府 美国很有意思 美国的首都是租来的啊 是从这个马里兰州和维吉尼亚州租来的 我不知道给不给租金的啊 反正租来的 就那么一块地方 叫叫华盛顿特区 这个所以费城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 有悠久历史的一个美国的城市 那我当年 大家知道我逃到美国的第一站 就逃到费城不就丢了吗 后来王剑帮了我 还有马思松的侄子帮了我 后来把我送到了普林斯顿 所以你看费城这个这个这个 菲利达菲亚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个这个这个教会的时候 我们还是先读这段圣经 大家弟兄姊妹 我们请打开圣经 我看现在我们 开始查经了 有多少人进来了 我们现在有250多人了啊 那么还有很多弟兄姊妹 还有我们露目里和呢 还有一些弟兄姊妹 那请弟兄姊妹来打开圣经 打开圣经啊 好不好 那么这个 欢迎这费城人 费城的弟兄姊妹来了 好吧 这个如果你不是基督徒 你也可以留言 说我不是基督徒 那我就特别高兴 我就看到你不是基督徒 愿意跟我来查考这个 好 瑞雪欢迎 还有这个高田 什么没看到啊 温哥华的 欢迎你们啊 有温哥华的弟兄姊妹 有这个悉尼的弟兄姊妹 入木山内有250多人了 哇 我们今天上很快啊 这个可能入木今天都不好 你们就上满了啊 差不多 那我们看到还有这个加州的 对啊 还有家军也来了 韩国的 这个我不是基督徒 我欢迎你啊 印第安大的 太好了 太好了 这个余地兄巴西的 这个日本的 基川 基川什么理会 台北的彰化的 这个台湾彰化的 奥兰多的 奥兰多的 墨尔本的 我发现这个国外的蛮多的 我们多伦多的 香港的 我们交易不多 因为我们交易今天晚上 各小组都在查经 他们不查我 这个各小组自己带 马来西亚的欢迎 还有巴西的 还有这个中国内地的 内地的可以上这个 如果你翻墙困难 你可以上我们的入木啊 我们的入木号码 一会儿可以再打一下 西新大体的 纽约的 香港的 新加坡的 明尼苏达的 哇 这个我们这么多弟兄姊妹 这个特别欢迎你们 尤其我看刚才又说 我还不信主的 特别欢迎你给我查起来 还有我的邻居 辽宁的 费城的 拉斯维加斯的 北加州的 还有一个资深大陆人 这个叫法挺有意思的啊 葡萄牙的 克罗纳的 克罗纳就是我住的城市 就克罗纳 欢迎 就克罗纳 我们是墨西哥的城市 苏州的 欢迎 苏华 巴西的 我的学生 可能上我的课啊 我们教会的 佛罗里达的 缅甸的 马来西亚的 奥克兰的 这个新加坡的 纽约的 欢迎欢迎 好感谢主 那弟兄姊妹 我们来打开圣经好吧 我们来 来啊 这个来学 今天的这个经文 我们来看启示录第三章 从第七节 我们看到第十三节 在我来读啊 还有黑龙江的 黑龙江老乡 加姆斯的 我淘汰过你们那 欢迎你啊 这个黑龙江的 哎呦 这么多黑龙江老乡 哎 所以为我们的家乡祷告啊 家乡的疫情 现在好像也蛮严重的 为他们祷告 好 来我们读经 来读经我们祷告 我们开始查经啊 今天就一个小时的时间 这个 这个我炖了土豆烧牛肉 这个 这个在那炖着呢 我的小伙儿炖着呢 我一会儿就过去了 那个 这个感谢使人啊 这个我们 那天我 我在做节目的时候 就 有人敲我们的门 做完节目 出去一看 就有人 我们教会的 这个弟兄 就给我送来了牛肉 还有蔬菜 还有 非常感恩 这个知道我忙 这个最近 正好我们家冰箱 啥菜都没了 哈哈 他就送来了 本来我说 我明天去买 明天去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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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送来了 我还剩点土豆 正好我这个 做了土豆炖牛肉 我真的是做牧师的 真的非常感恩 弟兄姊妹的爱啊 其实很温暖 我们的 这个 这个当我们 看到弟兄姊妹 对我们施工的肯定 那么心里很温暖 所以这个 弟兄姊妹也好好 在疫情期间 爱你们的牧师 大家都休假了 其实牧师现在最忙的 我们 你看我们早上 我从早到中午 就是一定都在电话上 然后呢 这个下午就开始备课 网人给大家查经 然后呢 这个有一点时间 这个再做 做点饭 所以就是一天就很快就过去了 就为大家祷告 好吧 最近也是给孩子打电话都不多 一个礼拜顶多打一回忙的 我有时也忘 他们也忘 好 上帝祝福啊 那我们来读经啊 这个月神纪念弟兄姊妹的爱心啊 这个来我们一起来读经 我们读啊 第七节 我来读 我来读弟兄姊妹来看着你口中的 手中的圣经 或者听我来读 我慢一点读 你要写信 给非拉铁飞 你要写信 给非拉铁飞教会的使者说 那圣洁真实 拿着大卫的钥匙 开了就没有人关 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 你略有一点力量 我称 你也称遵守我的道 没有弃绝我的名 看呐 我在你面前 给你一个敞开的门 是无人能关的 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 其实不是犹太人 乃是说谎话的 我要使他们来到你脚前下拜 也使他们知道 我是已经爱你了 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 我必在普天下 人受试炼的时候 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 我必快来 你要赤手你所有的 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 得胜的 我要叫他在我上帝殿里做柱子 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来 我又要将我上帝的名 和我上帝成的名 并我的心名 都写在他上面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好我们来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 主啊我们谢谢你 对非拉铁飞讲的话 今天还在对我们说话 今天晚上向你圣灵来引导我们的茶经 让你的话语能够进入我们生命之中 也让我们能够进入你给我们的应许的城 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 好我们啊这个 来看这个非拉铁飞的教会 我们首先来看非拉铁飞教会的 这个耶稣基督 我讲过我们每次查经的时候 我们都查了五点 那第一点 耶稣的称谓 他怎么自己介绍自己的 耶稣介绍自己 第二点 耶稣基督的肯定 或者耶稣基督的称赞 第三点是耶稣基督的责备 第四点是耶稣基督的命令 第五点是耶稣基督的应许 那我们都从五点出发的话 那我们今天就首先来看第一点 耶稣的称谓 那耶稣的称谓很特别啊 耶稣的称谓 当我们读耶稣称谓的时候 耶稣在这里说什么 他说我呀 这个你要写信给菲拉铁菲的教会使者 那我讲过这个就不用再讲了 教会的使者 上帝在教会里都有一个使者 使者 那也许就是教会的助使 教会的长老 教会的这个主教 教会的传道 那当然有收信的人嘛 收信 当然也有人说 这个是一个保护教会的天使 每一个教会都有一个天使来保护他 这个都OK 都没有关系 这两种说法 当然我比较相信一个前一种说法 那么耶稣介绍自己说 那圣洁真实 拿着大卫的钥匙 开了就没有人关 关了就没有人开的说 所以他这样介绍自己的 他说他是圣洁的 是真实的 然后他拿着大卫的钥匙 圣洁真实我们比较容易了解 那耶稣基督是圣洁的主 当他第二次来的时候 他是一个完全 他的权柄 他的能力 他的荣耀 完全彰显出来的 我们知道 耶稣基督第一次来 是属于隐藏的 当他在山上变相的时候 他告诉他的门徒们 不要说出去 不要说出去 他也跟门徒说 我要上耶路撒冷 然后第三天复活 那门徒们也没有往外说 所以耶稣那个时候 他没有彰显他自己的荣耀 但是这次第二次来 他是在荣耀中 在云中降临 所以他带着他的荣耀 但这我比较容易理解 圣洁的 因为耶稣来穿着白色的衣裳 面目放光 所以 他是圣洁的 这没有问题 可是这个 大卫的钥匙 是怎么一回事呢 大卫钥匙 可能我们要回到 以赛亚书22章 我们来看大卫的钥匙 那所以我们有时候读这个 读这个 新约圣经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会看一些旧约的圣经 那么大卫的钥匙 是有这么一个故事 就是在以赛亚书记载说 大卫当年呢 特别的有钱呢 大卫不是君王吗 那然后他呢 他要建圣殿之前 他就筹了很多的款 他自己也奉献了很多 他奉献了多少 塔林德金子 塔林德银子 塔林德铜 那么 包括很多人的奉献 那么都在库里边放着 这个是大卫的所有的财富 都在库里边 那这个开这个大卫这个 库房有个钥匙 那这个钥匙在谁手中呢 当然大卫不会放在自己手中 像我们小时候 我爸有俩钱 都放他的柜子 那钥匙别在他裤腰带上 那这个 这个大卫不会的 大卫那普人很多 他交给了一个人 这个人就叫舍伯纳 那舍伯纳 那这个舍伯纳呢 就是给他管钥匙的这个人 可是这个人呢 有点毛病 他有点贪心 他这钱太多了 他就给自己坐了一个 这个非常的漂亮的一个车 那放了漂亮的一个马车 他又给自己买了一个山岗 买一个很漂亮的公墓 一个墓 然后他就用金子来打造这个墓 这个人有点贪 大卫呢 就发现了 就把他从原位上撤下来了 撤下来了呢 就说给了一个人 所以我们看 22章的 这个22节 那他给了谁了呢 他就给了一个 这个 我看给谁了 他给了以利亚敬 这人叫以利亚敬 那么这个是希勒家的儿子 以利亚敬 那么大卫给他的时候呢 就相信他 就把这个钥匙金钥匙给了他 给了他 所以大卫在这里说了一段话呀 他怎么说的呢 大家看啊 他说 他说 将你的外袍给他穿上 我必招我仆人 希勒家的儿子 以利亚敬来 就是耶华 万居之耶华对大卫说的 将你的外袍给他穿上 将你的腰带给他系上 将你的政权交在他手中 他必做耶路撒冷军民和犹带人的父 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的肩头上 就大卫家的这个钥匙 能他开 无人能关 他关 无人能开 所以呢 这个这个就是讲到这个 刚才耶稣介绍自己的时候 也是这个钥匙 就是我开 就无人能关 关就无人能开 这是耶稣对自己的介绍 这个非常重要的这段介绍 那我们知道 他对菲拉铁飞教会讲这段话的时候呢 是这个给菲拉铁飞教会开了一个门 为什么他会讲这话 因为菲拉铁飞这个城市很特别 那为什么叫菲拉铁飞 这个历史上有传说 因为菲拉铁飞这个城市呢 是一个在三个省的交界处 三个叫美西亚 还有这个什么亚西亚 还有什么省 这三个省的一个交界处 这个是这么一个特别的地方 这个菲拉铁飞这个城的来源 这个名字来源是因为有兄弟俩 兄弟俩呢 弟弟叫菲拉铁飞 所以是以弟弟这个名字命名的 但是这个这个城是哥哥建的 还弟弟建的呢 好像是哥哥建的 哥哥建的 最早这个这个是一个小国家 小国家 这是希腊 希腊亚历山大 死了以后 他的底下四个将军 就分成了四个这个国家 那么这个菲拉铁飞这个地方啊 地方是有一个小国家 他们还没有 就从希腊里独立出来了 还没有顾到他们的时候 那么希腊这个国家呢 有兄弟俩来继承了王位 这个在什么时候呢 在这个继承了王位 我看看啊 他这是在主前 在主耶稣来之前啊 这个时间是大概是197年到157年间 那继承了王位 那这个这个哥哥呢 就特别喜欢希腊文化 我就是长话短说 哥哥喜欢希腊文化 那弟弟呢 就喜欢罗马文化 那哥哥就当了国王 就推广向整个的小亚西亚和美西亚来推广希腊文化 所以他这个城是一个通过这个城向美西亚推动希腊文化的一个城 所以也是一个被称为宣教之城 但不是宣传耶稣基督的福音 是宣传希腊文化 但是后来耶稣在这里讲 说给你们开了个门 也是指宣教的意思 给你们开一个宣教的门 宣教的门 那菲拉铁菲 这个弟弟呢 在哥哥走的时候呢 就做了奢政王 就是哥哥去希腊学文化去了 想把希腊文化发言光大 这个国王也蛮有意思的 就带帮人去了 这个结果这个 他底下的比较亲罗马的政权的人 那么看得起希腊 就派人去到希腊 想把他杀掉 杀这个人呢 没有杀死他 杀伤了 跑回来就以为死了 就告诉他们说死了 他们一死了一看 那这不行啊 这国不可一日无王啊 就让他弟弟菲拉大菲亚 这个就做了国王 弟弟做了国王的时候 大概是160年到138年 这个期间 可是弟弟非常爱哥哥 非常爱这个哥哥 然后做了国王以后呢 这个弟弟是跟罗马关系比较好 他比较喜欢罗马文化 尽管一个喜欢希腊文化 一个喜欢罗马文化 是敌对的 但是弟兄之间的情意 非常非常的深 非常的好 没有想到呢 这个哥哥呢 过了几年啊 这个哥哥呢 回来了 他没死 回来了以后呢 弟弟一看哥哥回来了 那罗马人就告诉他弟弟说 赶紧把你哥杀了 这个杀了就完了 你这个国王就继续做 弟弟不肯 这个这个弟弟 所以为什么这个菲特达菲亚被称为兄弟之爱的意思呢 这个费成就是兄弟之爱的意思 中共就翻成 这个弟弟把王位让给了哥哥 在后边挑 说你就 你如果愿意做王 我们立刻派铁军过去 罗马的骑兵呢 都练的军队过去 就就荡平了 就把你哥杀了 你去做王 他还是反对的 那么哥哥在做国王这段期间 就这个一百 主前160年的138年吧 就BC嘛 就before Christ BC就是before Christ 在耶稣基督来之前 公元前 那么这个 这个这个就造了这个城 所以哥哥 应该是哥哥造了这个城 哥哥做国王的时候 造了这个城的时候 就为了纪念弟弟 就弟弟这个宽 这个大度 对这个弟弟 对哥哥的爱和尊敬 就把这个城市的名字 起了叫费利达菲亚 用弟弟的名字 命了名 当然后来哥哥死了以后 弟弟就继承了这个王位 又做了费利达菲亚 这个城市的国王 当他做了国王 做了一年 死了之后呢 他又把这个国王的位子 没有让给自己的儿子 让给了谁了呢 让给了哥哥的儿子 所以呢 这个这个 这个整个的这个美 这个美丽的传说呀 就传下来了 也是历史真实的啊 也是历史真实的 故事就传下来了 所以这个城市就特别 使人纪念 那么这个啊 费利达菲亚的教会 在这样一个城市里边 啊 所以就特别彼此相爱 你看这个 这个一个城市的文化啊 会影响到教会的 啊 影响到教会的 呃 所以呢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城市 这个教会非常小 很小的一个小教会 呃 可是耶稣对他们 一句责备都没有 我们知道七个教会 有五间教会被责备 有两间教会 没有被责备 一个是这个 呃 这个 士美拿教会 一个是 菲拉达菲亚教会 呃 菲拉铁菲教会 这两个教会 没有被耶稣责备 那为什么这个教会 没有被耶稣责备呢 是因为这个教会 是彼此相爱的一个教会 啊 彼此相爱的教会 所以就像那个 菲拉达菲亚这个 这个城 一样啊 一个城 这个城一样 而且这个教会 留存的特别远 啊 这个教会到 一 啊 主后 啊 主后 啊 这个第 啊 167几年的时候 啊 才被这个 土耳其 给他 呃 这个教会 铲除 呃 当然这个 当然他们教会 也是当时被 这个 是被 东正教 给 给出卖的 告诉了他们 所以才把他们 这个铲除 那从此就没有 这个教会了 他们啊 留下的时间 非常的长 呃 到了1685年 1685年 啊 这个牧师是因为 是改革宗的 啊 然后的改改信了天主教 就被希腊政教 给他拔除了 就把这个教会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当时受改革宗影响了 已经啊 好 那么了解这个教会 那耶稣说 他介绍完自己呢 他就开始这个 肯定这个教会的优点 这个教会哪些优点呢 第八节我们来看 耶稣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 啊 我知道你的行为 这个 你略有一点力量 这略有一点力量 不是说他力量小 是他人少 这个叫人比较少 那当然力量就没那么大 啊 但是呢 呃 但是虽然力量是小呢 但是呢 他们 遵守我的道 没有 没有弃绝我的名 这是你看这个优点啊 不管什么样的环境啊 他都遵守我的道 没有弃绝我的名 没有弃绝我的名 所以呢 我们看到现在这个 圣经说 遵守耶华 你神所吩咐的 照着摩西律法中 所写的行主的道 遵守他的律力 诫命 典章法度 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事 无论往何出去 竟都亨通 那基督徒很重要的 我觉得就是要遵守神的道 啊 这个当然我们遵守神的道 我们要遵守地方的法律 世界的法律 但如果这个法律 神的道是违背的 我们当然 我们要遵守神的道 赤守神的道 就像这个七个教会 都面对着拜偶像的问题 都面对着拜 这个奥古斯都 罗马皇帝的问题 那他们不拜的 不拜的就有的 这个像这个 安提霸 就放到牛肚子里边 这个就给烧死了 就是这个 然后还有这个 施美拿的这个主教 这个破驴甲 也用火给烧死了 那他们在主的里边 特别找到 找陶主的喜悦啊 特别找到陶主的喜悦 就是因为 他们坚守了神的道 坚守了 所以耶稣说 看啊 我在你面前 给你开了一扇门 是无人能关的 三章八 三章的第八节的后面啊 那这个 这个什么叫门呢 这个门呢 就是传道之门 传道之门 我给你开了个福音的门 所以 这个我们中国的福音大门 被打开的时候 我也是 听着是 真的蛮喜乐的 我认识一个 这个林恩派的牧师 大家这个林恩派的牧师 非常好的牧师 这个叫做包德宁 包德宁是个美国人 但这个人中文讲的特别好 他七几年就到了大陆 就到了河南 当然他到了河南 河南家庭教会的那种复兴啊 很多是他带来的 他当然也带来林恩的复兴 方言啊 赶鬼啊 治医病啊 祷告啊 因为他是五星节教会的嘛 他那个时候 中国家庭教会 这个刚刚恢复聚会 还是在偷偷的聚会 所以圣灵的工作 非常非常强 那很多的疾病得医治 哎呀 我听到太多神经歧视了 所以我从来不批评 林恩派就在这里 当然我批评的极端极端的林恩派 我不批评的正常的林恩教会 这林恩教会非常被主所用的 这个包德宁就是 也是我好朋友啊 后来他在香港啊 他写了一首歌叫 这个 打开德门 无人能关 很美 我给唱 唱不好听了 打开德门 无人能关 你在天上遥远的观看 哎呦 我这个歌 我听了都流眼泪的 这个 这个包 包牧师进中国的时候 就是这个疑病赶鬼 然后呢 一个村子 一个村子 走 他讲一个 给我讲个故事啊 我记得 我就特别感动 我这个鼻子就痒了 他怎么讲 他说 有一天呢 他从一个村子 到另外一村子 去传福音 那神把这个福音的门开了 但是呢 还是有拦阻啊 对不对 他从一个村子 甲村到乙村 怎么过去呢 那中间有公安呢 有经常的 还有民兵巡逻 就把他放在一个棺材里边 他就 抬着棺材 从这村往那村去 你知道吧 就中间被这个公安给拦住了 公安说 说你们干嘛去 说我们送一个棺材 送一个死人 到这个隔壁村的去 这个这个要在那边 要埋他 那公安说的 哎 你们这不是信耶稣吗 你们耶稣不得让死里复活吗 您牧师听了 就从棺材里出来了 哎呦 那公安都吓跑了 他说 他说哎呦 那时候 那个那个公安跑了 那个村的村长也信耶稣了 你看都是 包摩士带他们信耶稣 那个时候 整个的河南 安徽山东 这地方像孤骨复活一样 那个一信主 成村成村 人信主 这个现在又看不到那种壮观的景色了 那受洗的时候 就把那个冰 冬天受洗啊 就把那冰砸开 然后半夜 悄悄的 击一百人 休息 那个牧师传道 弟兄就 教会太需要这样的 这个圣灵的工作了 我们现在教会 太二书本上来办教会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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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对的 我觉得一定要做教会 一定要按照圣灵的带领 所以现在有人就开始 我林林派了 没关系啊 说什么都没问题 我讲的见证是真的 这是包牧师亲口对我说的啊 这个还有赵天牧师对我说的见证 那就更有意思 他说他到了河南 那这个这个 有一个村党 就天天咒诅耶稣 咒诅咒诅 突然有一天舌头掉出来了 收不回去了 到省理医院都看不好 舌头当然就出来了 就收不回去 这是真的 后来这个这个 他的太太就找村里的长老 教会的长老 说我们的先生你看村支书 这舌头说不回去了 没法说话呀 你们能不能为他祷告 因为他 他在老咒诅耶稣啊 这主现在就就就就惩罚他了 你能不能求主来饶恕他呀 这长老就说那可以 然后他得认罪 认罪 说你愿别认罪 他因为说不出来 他点头认罪认罪 说不出来 舌头身挺长 说他 那你要不要信耶稣 要 这个舌头就回去了 回去了以后他就信主了 后来做了传道人 挺著名的一个传道人 这个我就不说他名字了 还在国内呢 所以这个我管的叫书 前面那字我就不讲了 他在缅甸跟我讲 他这个见证 我听了真的是 我感动啊 上帝这么奇妙的工作 这扇门是传道之门 是神为我们开的 像使徒行传所说的 这个述说神 借他们所行的一切的事 并神怎样为外邦人 开了这信道的门 所以圣经常常理解为说 当我们为一个区域传道 这个区域为我们开了这个门 这个 所以保罗 当年就听到了 马其顿的呼声 就到了这个 从这个 美西亚 就到了这个 那哪 到了这个 这个菲利比 到菲利比的时候 就打开了欧洲的大门 欧洲原来没有新耶稣的 有人说基督教是 西方的宗教 这个是不对的啊 弟兄姊妹朋友们 基督教不是西方的宗教 基督教是东方的宗教 是从耶路撒冷 是从东方出来的 小亚西亚 然后再传到了欧洲 才到了西方 那传到欧洲的时候 小亚西亚 已经很多教会了 你看耶路撒冷的教会 这个安提亚的教会 小亚西亚的教会 多了很多教会 然后才传到了欧洲 到了欧洲 第一站到了菲利比 就是那个 卖紫色布皮的人 那个吕利亚 信了耶稣 所以吕利亚就打开了家门 来欢迎保罗 那他这家门 一开不要紧 这个门 这个门是 欧洲的第一个门 为基督的门徒 打开的第一个门 所以我有一次讲到 我就说 吕利亚打开了新门 接受耶稣 然后就打开了家门 然后接待使徒 他就打开了欧洲之门 整个的欧洲福音 就从那里传 后来整个的欧洲 都信了耶稣基督 你看就一个 一粒麦子落在地上 就死了 就接受许多的子弟来 保罗就把福音 传到了欧洲 所以保罗的基督教的功业 特别大 那么这里边 耶稣又讲到了 大家再往下看 我们看到 第三章的第九节 第九节 就是说这个 那撒旦一会的 自称是犹太人 其实不是犹太人 那是说谎话的 我要使他们 来到你的脚前下拜 也使他们知道 我已经爱你了 这段话讲的是指犹太人 那犹太人呢 耶稣称他们为撒旦一会的 因为这个犹太人呢 犹太那些商人 犹太那些人 就经常逼迫基督徒 他们老的时政者 面前来告基督徒的状 所以耶稣说 他们其实不是犹太人 他们是犹太人 但是耶稣所说的 犹太人是神的选民 那这些人是犹太人的败类 他根本不是耶稣的神的选民 他们专门逼迫基督徒 所以耶稣说 他们不是犹太人 什么意思啊 在神学上 这个以色列人 就是上帝的子民 他是得救的 但是如果耶稣说不是 那就不是了 所以当耶稣再来的时候 耶稣来的时候 耶稣已经来临的时候 第一次来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信耶稣 未来是不得救的 因为耶稣是唯一的道路 真理和生命 在耶稣没有来之前 犹太人靠律法得救 靠守律法 靠他祖宗的神 得救 在耶稣来之后 犹太人跟我们一样 都必须的 经过耶稣基督 才能够得救 所以耶稣是唯一的 道路 真理和生命 耶稣说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 能到天父那里去 这已经很清楚了 所以当然 启示录告诉 最后有14万4千人 犹太人会拼命的传福音 传福音 犹太人很多会得救的 得救的 所以我们今天呢 那我们叫什么 我们叫真以色列人 神的儿女 我们基督徒 叫真以色列人 所以这里边 那些没有信耶稣的 逼迫基督徒的犹太人 上帝说 他们是撒旦一伙的 撒旦一伙 这个谴责是蛮严厉的 那神也告诉 你不要怕 我会告诉他们 他们会来到你的面前 你们的脚尖下败 向你们认错 也使他们知道 我是爱你们的 是 耶稣基督是与教会同在的 虽然耶稣基督是犹太人 肉身 但是呢 他是与教会同在的 他爱教会 他为教会设计 他没有为犹太人设计 是为教会设计 这里边 我们大家了解 要清楚啊 然后呢 这个 这个里边 然后他又说 你们 讲会 这个 我们在往地看十节 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 我必在普天下人 受失恋的时候 保守你 免去你的失恋 这句话 弟兄准备有的时候 这个比较争议比较大 这个就说啊 那 菲拉铁菲的教会 这个 当灾难 七年的大灾难来临的时候 菲拉铁菲教会不会经历七年大灾难 就是 灾前被提 啊 这个教会就被提了 这个 这是一种解经的方法 很多神经家认为这是 灾前被提论 就是在 菲拉铁菲教会 就是这样 因为你看耶稣说的很清楚吧 你既遵守了我的道 忍耐的道 你既遵守了我忍耐的 大家看啊 看第十节 我必在普天下人受失恋的时候 所有的人 普天下的人 everybody 在受失恋 这个失恋 就是大灾难 就是那个火的灾难来临的时候 那我必 怎么样呢 保守你 免去你的失恋 那这个解经家都是这样讲了 免去失恋 那这个 那我都觉得 这个神用什么方法来保守 这个 菲拉铁菲教会 免受失恋 那当然就是被提嘛 那就像 耶稣基督 马列福音二司长来的 说那个日子来了 两个人 有一个就 被提了 这两个人散步 夫妻俩散步 崩 太太被提了 仙人留在地下了 有可能的 也许仙人被提了 太太留在地下 对不对 那教会在聚会的时候 有一批人突然不见了 不是退席了 是升天了 衣服留在了这个椅子上 人走了 你会开始看着衣服 你认识谁 这是一半被提 就是这意思 那这个被提的 肯定就是属于 菲拉铁菲教会这人 是被提的 因为为什么 他遵守了 耶稣基督 忍耐的道 这耶稣基督 你遵守这个道 是不容易的 士兵达是至死中心的 对吧 但是有些人就 就放弃了 你比如说 现在中国在三次教会期间 那个 这个 这个 王明道 就坚决不放弃 对吧 甲玉明就放弃了 我很尊重甲玉明 这个就放弃了 参加了三次教会 当然还有其他的 吴耀宗啊 丁光逊啊 大家说他们这个 根本就不是基督徒 自由派的 liberal的 那不管他 但是我就觉得 这个不容易 我就知道不容易 能够遵守神 为什么这个道 就是忍耐的道 就你信这个道 你要付代价 你付什么样的代价 多大的代价 最近我们教会的 师伟传道 正在他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平台上 Zoom上和这个YouTube 你们以后也可以去 多进入他那个 思维的书房 他正在讲这个 这个 教会被逼迫的历史 他讲到山西教案 讲到义和团 讲到这个被逼的历史 你听了 这个能够忍耐 这个真的是不容易 那山东 山西当年的巡抚 就把那个 自己亲自拿刀 来砍这些 外国的宣教士 这个砍这个 这个宣教士的孩子 把他们这个 砍了 把肚子都给抛开 真的是残忍 所以你能够 遵守这个忍耐的道吗 这个不容易 那有 有的人也是 我看有人给我留言说 张牧师 你老站着说话 不腰疼 这个你 你在美国 我理解 所以你 你这样说话 我也不生气 那我们真的是在今天 我们是在美国 但如果我们在中国呢 那你能不能还 这个忍耐的道 能不能守住 我相信我会守住 因为我既然选择了嘛 我也既然神选择我 而且我相信 神的恩典是够我用的 他给我的试探 绝对是能让我能胜过的 否则他不会给我的 他可能觉得我胜不过 他就把我放到美国来了 对不对 所以我也觉得 我神是有恩典的 所以我这个人不怕 你不要担心我 我到任何时候 我都会做得很棒的 我知道我自己 我会能够守住忍耐的道 这个没有问题的 这个忍耐的道 所以呢 这个保守 这个就是脱离的意思 中文的意思叫脱离的意思 就是指 把人从迷宫里带出来 这句话有两种解释 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两种解释 一个是千离年前派的说法 是指 耶稣再来之前 会有一个大灾难 就是给人类的试探 因此 免去试探 就是指 避免这个灾难 也就是指 灾前被提 那么这个 另外一种解释 照字面的意思说 每个人 每天都会灭各种试探 当我们受试探的时候 神会给我们开一条路 这也是一种解释 每天都面对试探 各种各样试探 除了逼迫以外 还有金钱的 色情的 这些试探 我们能不能 这个胜得过 当然呢 我们不必怕 保罗在哥林顿前书 十章十三节说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 无非是人所能受的 这句话我们都很熟嘛 你们就我们所受的试探 所遇见的 无非是我们能受的 神是信实的 必不叫你们受试探 过于你们所能受的 在受试探的时候 总要给你们开出一条道路来 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 这就是 试探中有恩典 我觉得弟兄姊妹 不要再担心 像王秘道讲那个例子 我就特别有体会 他说当那个 这个共军来抓他的时候 从墙上跳 也没开他的门 他拿着枪一对着他 他吓得妈呀一声就坐在地上了 然后他就写了悔过书 就同意加入三次教会 后来他就后悔了 神给他力量 后悔了 他觉得他得尊重神的道啊 否则有一天他见不了神的面 他说我要收回我这个悔过书 我要收回 政府说收回可以 周恩来说那就判他 收回就判你 后来他判吧 他就判了个武器 武器徒刑 所以他就守住这个道 要付代价 但这个代价呢 是你看那么胆小的一个人 最后神也保守他 所以我变得这个在监狱里边 把牢底都坐穿了 监狱后来放他都放不出来 他不出来了 他说神把我带到监狱来 我要传福音的监狱 在监狱传福音特别好传 你传一个人就信了耶稣 传一个人就信了耶稣 你说耶稣爱你 那人就哭了 你跟一个死刑犯说 耶稣爱你 信主 你就会到天堂里边 地上的苦难都会过去 立刻就信主 多好容易传 那今天我们在纽约 在路上 你不好传 对不对 你跟一个大老板说 你耶稣爱你 他就说我用你爱吗 我这个我有事钱 我用钱都可以买来爱 能买来吗 钱买来都假的 你知道吧 那不是真爱 所以呢这个环境 所以神会保守我们的 那么最后 我们看最后一点 因为耶稣这里边没有批评 我们就没有责备 所以我们就不讲责备了 我们就讲到耶稣的应许 耶稣的这个命令和应许 我们往下看 把它看完好了 然后呢 这个第十一节 主耶稣说 我必快来 你要赤手你所有的 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 什么叫你所有的 就你现在的信仰 你有的 当时的教会有什么呢 没有财富 没有名 名誉 什么这个美名 在外边被人赞扬 都没有的 你有的就是你的信仰 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 你要赤手他 不要别人夺去 这个是最美的 其他的 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 什么都带不走 那天听我们教会 一个王炯的姐妹讲 乱击着大火 山火 找到他们家门口了 把他们家旁边的山都着了 消防队让他们赶紧撤 他上车的时候 想他带走什么呢 这个火来了 这个火来了 什么家里作为那名框啊 什么的 喜欢的家具 椅子什么的 锅儿瓢瓣 哪能带走 一句都带不走 只能把三个狗带走 两个孩子 三个狗带走 这是生命 然后把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什么 房子的文件 什么带走 其他都带不走了 一车装满了 赶紧跑 对不对 那如果耶稣来了 这个末日到了 大灾难来了 我们连这个都带不走啊 你知道吗 狗都带不走 儿女都带不走 儿女当你信了耶稣 他必须自己信耶稣 神就提他 他又不信 你也带不走 你怎么能带他走呢 你父母也带不走 如果你的父母不信住 你也带不走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 什么都带不走 我们只能带走一个 我们所赤手的 我们所有的 就是我们的信仰 所以耶稣基督的救恩 只有这个能带走 所以呢 怎么样呢 所以我必快来 你要赤手你所有的 你现在有的 面对有人夺取你的冠冕 这个冠冕是什么意思呢 冠冕不是金的冠冕 我讲过这个冠冕 就是那个 那个桂冠 就是奥林匹克 跑到最后那个 第一那个 拿到的冠军那个桂冠 那这就是意思 你跑到最后的 你跑到最后 得了冠冕 那个 你不要被人夺去 不要被人夺去 你要跑到最后 跑到最后 跑到主那里去 你就得到这个冠冕 这个冠冕 不仅是我们得救 是得救 得救我们是本负恩了 上帝已经把恩典给我 是我们得胜 这么得胜 是在基督里面得胜 能够讨神的喜悦 所以第十二节就说了 得胜的 我要叫他在我上帝的 住店里做柱子 这个柱子啊 这个店里 大柱子 那个你知道 你到圣彼得大教堂 你看他大柱子 对不对 我们管这个 这个十二个使徒 称为是教会的柱石 耶稣基督都叫他们柱子 你看这个彼得 这个雅各 约翰 这三个都是教会的柱石 教会的柱子 柱子 这个柱子 那大家说到 新一路沙冷 哪有柱子了 新一路沙冷的 那个六千英里 那么宽 那么长 那么高 是个立方的 没有柱子 你就是柱子 人 那个赤手 真道道理的人 就是教会的柱子 那今天我们教会 也有柱子 今天教会 那些爱主的弟兄 爱主的长老 爱主的传道人 爱主的 为主 这个牺牲生命 为主吃苦耐劳 这个都是教会的柱子 所以弟兄怎么要学习 学习这样的柱子 所以你们就要做教会的柱子 他必 他也必不从那里出来 讲来的新天先地 不会再出来了 我又将我上帝的名 和我上帝成的名 和我的新名 这个里面很有意思 这个 很多弟兄 问这个问题 这个名 三个名 神要给你三个名 神允许说 我要把三个名给你 一个是神 谁的名呢 神的名 神的名是什么名 神的名 亚未 耶和华 上帝的名 神的名 我也把我上帝的名 亚未 其实亚未 大家有的时候误解 耶和华 这个称位 我们一般就把它想到天父 天父 当然我们称天父 就称阿爸 阿爸父 阿爸父 但我们也称为他为天父 天父 我们也称他为耶和华 但是当我们讲到耶和华的时候 其实耶和华是神的称位 是神的名 就是三位一体的神 圣父 圣子 圣灵 三位一体的神的名 叫耶和华 亚未 那么这个 所以有的人就糊涂嘛 说耶和华是天父 儿子叫耶稣 所以他们家姓耶 耶和华 耶稣 这个不是的 所以这三位 我们现在三位一体的神 这个神的名 就是亚未 耶和华 就是圣父 圣子 圣灵 神的名 好 我们了解 第一个名 写上 写在哪的 那 我觉得是写在额上 额头上 这个额头有印记了 如果你没有耶和华的名的印记 你进不了天国的 那你没有这个印记 你就有瘦的印记 有瘦的印记 你就上不去了 以后我们讲到瘦的印记啊 那所以呢 就表示归属 表示归属 我这一本书 我卡了一个章 这就是我的书 对吧 这就是印记 这个印记 对 这很重要 那你 你到一个大学 那边 我在普林斯顿的时候 那大学给我一个 给我一个借书证 卡个章 这个 然后呢 我才能进图书馆啊 我没有的借书证 我接不了书 进不了图书馆 图书馆怎么让你进呢 你进来得出 是你的学生证 借书证 或者你的访问学者 的工作证 你都得有这个证 这个一个基督徒 要有一个证 这个证就是 神给我们的印记 第一个 名字 什么名呢 神的名 我神的名 所以表示我们属于神的啊 那第二个名呢 是神城的名 那神的城叫什么名啊 西伊路撒冷嘛 对不对 那神的城 叫西伊路撒冷 这里边写了 括号写的 这城是从天上 从我上帝那里降下来的 新伊路撒冷 这是 这比较容易理解 那为什么把神 城的名也刻到额童上呢 表示你是神的国民 你在城的居民 你住在那个城里边 你不会出来的 别人也进不来的 这个就是神的儿女 居住的地方 所以表示 神城的名 你是 所以彼得说 我们是 这个天国的公民 等候救主 对吧 就是主耶稣基督 天国的公民 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有君子的祭司 圣洁的国度 神的子民 所以这个很重要 这个是神城的名也给我们了 还有一个名呢 这个名就是新名 这新名 这个就是表示说 这个上帝给我们的一个 新名 这个新名有很多争议 就我的新名 我的新名有很多很多的争议 耶稣基督的新名是什么 耶稣基督再来 难道不叫耶稣基督了吗 这个东方闪电 就是说 再来 他就把这句话抓住 说耶稣又来 那个新名就叫东方闪电 女基督 那新年地呢 就说 我再来 那个新名 就不叫耶稣了 不叫耶稣了 叫李万希 耶稣变成韩国人了 所以你看 这个就 就是出一端 出一端 那我们怎么理解 这个新名 新名 我们看到 这个新名呢 就是 很特别 就是表示 很亲密的一个名字 对耶稣基督的 非常非常亲密的一个名字 那这个 怎么样一个新名呢 约翰福音 十四章 二十一节说 有了我的命令 要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我的 爱我的 必蒙我父爱他 我也爱他 并且向他显现 所以耶稣在我们 向我们显现的时候 就是我们 我们的新郎 我觉得这个新名啊 应该是新郎 耶稣基督就是我们 我们的新郎 教会制的新娘 这是一个新名 所以大概我们 从第三个名字 可以来来理解啊 来理解 我们感谢主 来理解这个 耶稣基督的这个教导 好了 那我们今天就 大概分享差不多了 那我这个 这个 我觉得 这里边呢 我还是要 结束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们要 就要学习菲拉大菲亚的教会 学习菲拉铁菲的教会 那这个 至死忠心的 这个 遵守神的道 这个 不弃绝神的名 然后呢 勇敢的穿扬福音 不在于大小 我们今天看到很多大教会 有穿福音的能力 那么小教会也可以穿福音的 所以我现在就特别觉得 在这疫情的期间 在这个 政府的逼迫的面前 小教会更好 更有利于传福音 更有利于聚会 所以我们马上办的 空中神医院呢 就是要提供小牧者 我们会 很多的人 经过一年的训练 我们就开拓教会 这个教会 不需要牧师 不需要场地 租场地 甚至主日崇拜都不需要 主日崇拜就参加我们的 空中主日崇拜 我们就像中央厨房一样 我们提供一个 空中主日崇拜 然后呢 这个三五个家庭 就是一个教会 三五个 你看你三个家庭 你六个人 就是居家令 也不限制六个人 居家令限制到十个人 不能到十个人 对吧 那你政府的逼迫 你也没法逼迫 我们就在家里的客厅上 一个大电视 我们就这个 录音也好 YouTube也好 我们就参加崇拜了 那然后主日崇拜 结束以后 我们就大家一起 按照使徒行动说 这个在家里 掰饼 存在欢喜 成心用饭 赞美神 得众民喜爱 主将得 就是天天加给他们 这不很好吗 对不对 然后呢 政府来查了 我们几个家庭在那 聚会 你有什么关系 开party呢 对不对 那如果在疫情期间 我们就更不怕了 所以这个小教会 很快就出第二个教会 第三个教会 第四个教会 超过五个家庭 我们再开一个教会 超过五个家庭 再开一个教会 不断的开 慢慢的 人人都成为基督徒 我们的亲朋好友 邻居都成为基督徒 然后也不用买着 大教堂 花那么多钱 人家说烧就烧了 说拆就拆了 不需要 把钱就花在 抢救灵魂上 开这个门 所以我们就得 那个冠冕 感谢主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愿神祝福大家 我们看到 现在有多少弟兄姊妹 在我们中间 我们有四百多 我们的zoom里还有 这个今天讲到68分钟了 时间就这么快 就过去了 好 愿神祝福 周末愉快 今天国内都已经周六了 我们就是 欢迎纽约斯的 这个 欢迎辽宁的 欢迎青岛的 zoom里有三百多弟兄姊妹 这个周末愉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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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 我们 空中神愿 我告诉大家 不要再问了 我们七月份呢 我们就会发招生简章 这个七月份 我们现在正在设计 课程也设计差不多了 老师也都有了 那这个 这个我们这个 七月份招生 九月份开学 大家不要太 太着急 我们会通过这个节目 告诉大家 还有通过我们所有的网络系统 告诉大家 大家可以报名 世界各地的都不用搬家 也不用托付 都可以 这个参加 都可以庆祝 两年以上的 就都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神愿 好吧 愿神祝福大家 好的 如果你这个 听完我的启示录的 你就报名就OK了 我们就招生 你每个礼拜来听我启示录的 这个 这个 这就是你的介绍信 你说我天天听了 张牧师的启示录 你 当然我要考你啊 这个 我讲了个问题 我要考你 做点 小小的做点笔记记录 好的 好的 上帝祝福你们 周末愉快 神与你们同在